HELLO 各位小朋友,來到我馬卡西的時間 今次我們做一個很特別的燈籠 一個很特別的中國新年燈籠 你看到我們有一個禮時封的底部 預料在材料包裹上 我們需要有一塊箭板 還有一把戒刀,還有一把鋼尺 做這件事,以及我們的花材 我們事不宜遲就開始做了 好了,小朋友,我們首先拿了這個禮時封的底部 我們其實要做這些一條條的效果 我們首先看看禮時封上面印了一些圖案 有些打橫的,有些打直的 我們其實很容易找一把鋼尺,把那些直的對齊了 然後其實它的粗幼也不太重要 總之是對齊這些直線 然後我們就可以找一把鋼尺按住它 然後就用割刀割下去 從這邊開始,一直割到這邊為止 整塊做好了之後 就應該就像我現在這樣 看到嗎? 有很多這些一條條的燈籠邊 就會走出來 我們先試試做這件事 好了,小朋友,我們做好了應該是這樣 你看到這個樣子 你看到頭和底,千萬不要弄爛它 否則燈籠就會變成條條的燈籠 然後我們拿這個瓶出來 這個瓶剛好跟燈籠差不多高矮 我們已經在底部貼了兩個雙面膠紙 這個雙面膠紙就要一邊,左邊和右邊 然後我們就這樣黏住它 黏在瓶上 先圍著它 這樣好了 然後到這裡 你看到頂部這個地方 我們都用一塊雙面膠紙 把它互相黏住 燈籠未曾撐開字 我們現在先把燈籠貼好 然後才把它撐開 好了,黏好後就嘗試一下 把它向下推 變成了一個很漂亮的燈籠 但我們試了之後 我們就要在剛才這樣的位置 將膠紙貼回去 然後燈籠才會保持這個位置 好了,小朋友 然後你就看到 我們還要摺多一個這樣的物體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的線 我會剪掉一個形狀給你 然後把它這樣對摺 然後我們會用一條雙面膠紙 在它中間這個部分 先黏著它 這樣 然後我們把這個白色的部分撕掉 然後我們就把兩把線 雙面膠紙貼起來 雙面膠紙貼起來 成為了一把線 好了,小朋友我們已經做好燈籠的花瓶 我們做了一把線 另外你還有一個類似 像是揮春一樣的東西 你可以自己寫字 寫福 其他字都可以 然後我們放在這裏 然後我們就插花了 我們插的花有桃花 好了,又有這個銀鈕 又有這個小碼單 我們首先把銀鈕剪短它 這樣 其實小朋友喜歡怎樣插都可以 你可以運用一下小小的腦筋 我們看看怎樣插進去 我們首先把銀鈕放進去 喜歡整個斬,試過放進去也可以 嘩,這樣 很漂亮 然後我們就放一點桃花 桃花又放在這裏 好漂亮 小朋友記得插拳時高高矮矮 然後我們就加我們的小碼單 小碼單就要找些位置加進去 慢慢移動 一支 第二支高高矮矮 你看到,不要太長 又不要太短 又沒有一樣長度 我們就把它插進去 嘩,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樣 然後我們就要放一把線 那把線就要放在前面這個位置 小朋友我們又用一個 雙面膠紙貼在線後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 貼上瓶口 雙面膠紙,記得先用手指甲刮一刮 不然小朋友就很難貼了 就要貼在這裏 好了,HELLO BOB 然後我們就要加上這個輝春 你喜歡幅度或幅度 其實都可以 你喜歡貼在這裏 貼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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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好呢 你自己貼在這裏 貼在這裏 又是這樣 雙面膠紙,記得先用手指甲刮一刮 先用手指甲刮一刮 然後才把它捏住 好了小朋友 我們就做好了這裏 這麼有趣的燈籠 以及我們的桃花 又有輝春 一個作品 希望大家喜歡 你記得做好了之後 你記得叫媽媽 跟你拍張照 然後傳過來 我們分享 اف一下